这又是张宁天室和天室的分量吗? 你知道在《一人之下》中 老天室张志伟的一生都经历过哪些战斗吗? 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地成为天室 来自整个一人界天花板的呢? 今天小妹就来和大家聊聊老天室张志伟 接着到目前剧情里的所有战斗 首先就是关于张志伟的介绍了 张志伟在张楚兰出现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115次的高龄 而张楚兰出现的时间是在2015年的期间 按照这个时间往前推算的话 张志伟是出生在1900年的时候 这个时期可谓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跟张志伟一同出生的这一年还有一位 那就是全信之前的掌门人吴庚生了 两个都是迷一样的人物 却也都有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吴庚生先与张志伟离去了吧 而在张志伟这个人物的设定上 他是一个湖北人士 出生在了湖北宜城市镇纪镇黄城村中 但至于他的家庭情况如何 目前的消息却并未得到爆料 唯一可推测出来的是 张志伟前往江系龙虎山天师府拜师学艺时 年龄并不会很小 至少是有了一些独立的行动能力后才去的 根据张怀懿进入龙虎山的年岁推断 张志伟应该是在10岁以内在龙虎山拜师的 而张志伟在最初的时候并不姓张 只是龙虎山一个岌岌无名的小道士罢了 但是他的第一战 就让当时的龙虎山天师张敬青重视了起来 当时张志伟在龙虎山的一场鼻舞上 对战的是唐门李鼎 因为两人当时是在双方长辈面前 所以最后也是点到为止 结果则是李鼎完败于这位小道士 甚至失败后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毕竟当时张志伟还未感兴 同样也因为这一场战斗 让张敬青开始关注起了这位弟子 为张志伟成为下一任天师打下了基础 虽然张志伟人生的第一战只学会了金光咒 但他却可以将金光咒玩出各种的花样 而真正让张志伟一战成名的时候 则是在陆家大院的那一场战斗了 相信看过这部作品的朋友们都知道 张志伟和陆景的关系很好 其实两人的关系在他们小时候就建立了起来 当时张志伟带着张桓一前往陆家大院中进行比武 对战的就是陆景 张志伟当时已经20岁左右 陆景也是有着16、17岁的年纪 凭借这一战就让张志伟有了继承天师的资格 陆景作为陆家年轻一辈中的天才 一生三重变得是炉火纯青 本来这一战的安排是张敬青为了借助青年才俊们 敲打一下有点狂妄的张志伟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陆景对上张志伟后 从开始到结束仅仅用了一巴掌的时间 那位被陆家引以为傲的天才少年 直接被张志伟一巴掌删枯了 从这时开始张敬青才真正的意识到了 自己这位弟子是真正有实力继承天师之位的人 不过他的心性还是需要磨练一番 所以在陆家大院的比武结束后 张敬青就在龙虎山中举办了一场内部的演舞 对战的两人就是当时他两大爱徒 张志伟和张怀懿 这一战也堪称当时的经典了 但实际上就是张志伟个人的表演战罢了 因为整场战斗下来 张志伟用金光咒就陪着张怀懿晚了许久 最后结束的时候 采用了一招掌心雷将张怀懿披黑了 简单来说就像《罗天大教》中张灵欲对陆灵龙的那一战 就是一招雷法的事情结束了当时的比武 而这一场演舞后 张志伟其实就已经可以正式接任前世了 不过为了磨练他的心性 张敬青还是将张志伟赶下山一年的时间 让他在人世间去修行 这一年也就是打磨张志伟心性的时刻了 在一年的修行归来后 张志伟的心性果然被磨练得更加沉稳 开始在龙虎山安静的修行 没过多久 抗日战争就开始爆发了 张志伟也向张敬青请民下山作战 不过却被张敬青阻止了下来 又过了13年的时间就是整部作品中的神秘时期 1944年的假神之乱了 张怀毅当初离开了天师府后 便直接音信全无 张志伟则是跟田敬中二人下山去找过他 结果张志伟无功而返 田敬中闭口不言 回到龙虎山后 张志伟也只好潜心修炼 准备继承天师一搏 而正式成为天师的时候 就是在1950年张敬青与化后 张志伟就成为了龙虎山天师府的第65代天师 当时他的实力也已经被艺人公认成为了决定的存在 在公司成立后 更是邀请了张志伟成为时劳之一 接下来的故事就开始步入到正式剧情了 15年张志伟为了张初兰举办《罗天大教》 在这期间不仅全性进攻了龙虎山 而且小王爷为了不让他身败名裂 也对他出过一次手 结果就是大家都了解了 仅仅是张志伟轻微的出手 就将龙虎山的房子震碎了 小王爷利用风后奇门和乱金拓 也仅仅是让他有一瞬间的脱节感觉 在唤醒陆景的时候 不仅完全无视他的通天路 还给了陆景一个明场面 我杀了老天师 对上四张皇 夏和和豆梅的能力完全对他无用 沈冲一点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雷烟炮用出了潜力 都无法掰弯张志伟的任何经脉 而张志伟打得最狠的一战 就是在田径中死后 为了防止假生之乱的秘密不被泄露出去 一人挑战整个全性 将全性诱贼杀的只剩下三个 是魔徒军防备打得神兽重伤 两豪杰之一的丁悟安 直接被打服 如果不是龚庆提示出现 以自己的命 换下了其他全性成员的命 可能整个全性 就在张志伟的手中覆灭了吧 也因为这件事 导致了石老会谈 剥夺了石老的身份 让他被限制了在龙虎山 不能踏出一步 只是要是张志伟再度涌现杀意 谁又能阻止他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